距离间十点不一样精选来关注台湾近年来 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现象就是体感贫穷 在通膨低薪高物价高房价的情况之下 贫富差距扩大民众很辛苦 因为我现在刚出社会 其实我钱包我一直克制在 就是一个礼拜不要超过500块 目前刚出社会薪水不是很高 会克制自己的开销 钱包放的钱绝对不超过500元 限制自己的开销 以免不小心花太多 蔡小姐她入职场一年多 目前担任企划助理 这是她出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 直领基本工资 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 我觉得吃饭 这个地方真的会花很多 原来在台北物价比较高吧 像以前的话衣服什么的 娱乐费会花很多 现在几乎不会花 几乎缩十点 另一位上班族Penny今年27岁 进入职场五年 换过三份工作 但薪资调涨却相当缓慢 月薪依旧不超过三万元 低薪高物价让她沦为穷忙一族 现在换到这边之后 我的薪水跟上一份其实是 比起来可能是也比较 账富没有那么高 然后就觉得一切都好贵喔 我觉得主要是在吃的方面啦 还有就是有时候如果要旅游的话 住宿也比较贵 对其实也根据劳动部统计 大学毕业生平均第一份薪水呢 大概是三万一千元左右的月薪 而且呢有百分之二十四点九的毕业生 他们第一个月的薪水大概只领到基本工资 但是呢再加上刚才有提到 中金院预估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有下修 然后呢这个CPI的年增率是超过百分之二的 因此喔上班族的薪水呢 被通膨给吃掉越变越薄 可是呢生活的物价水准越垫越高 今年一到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平均较去年同期涨了百分之二点二九 民众的消费支出与生活成本持续上升 国泰金控就做了一份调查 有近九成的民众认为 明年物价还会涨 而且有约百分之五十二的人预期 一年后的通膨率会高于百分之二 百分之十五的人则认为会高于百分之三 支出节节攀升 成了多数寿星阶级的共同感受 台湾低收入户人数连十年在下降 表面上看起来贫穷的人口是逐年在减少 但民众的感受并不是如此 台湾近年来陷入所谓的体感贫穷 在低薪高房价高物价下 民众觉得生活是越来越辛苦 也造成更多的净贫黑数 年轻世代青壮年觉得穷的直接来源 除了名声必需品都在涨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是台湾受雇员工的薪资 绝不上人均GDP的成长 十年涨幅42% 但劳工全年薪资中位数只成长了14% 加上就业人口多留向艺术娱乐及休闲服务业 住宿及餐饮业和教育业相对低薪的产业 而他们正是体感贫穷感受最强烈的一群人 大部分的台湾人是在服务业工作 而加薪这几年经济快速成长 台湾的经济在2021年经济成长率6% 主要是靠外销制造业 而不是靠内需服务业 所以内需服务业的加薪幅度比制造业要慢 靠工作脱贫不再是解放 当贫富差距逐渐扩大 若穷忙的青壮世代 痴痴没有解决低薪没有存款的困境 等到年老时口陷入高龄贫穷危机 如果你看日本 日本的老人贫穷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所以因为日本老人贫穷 所以迫使很多日本的老人家 必须继续出工作 那台湾最近也看到了这种现象 再加上少子的话 那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子女可以来照顾他 所以从一些相关的迹象来看 未来台湾的老人贫穷 真的很可能会像日本那样子 光活着就好贵 通膨吃掉薪资 房租房价节节升高 台湾体感贫穷困境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TVBS新闻 严瑞生刘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教育部推出大专双语计划 第一阶段教育部每年补助5.8亿 第二阶段补助学校7.7亿 而其实EMI课程台湾早就有在执行 课堂上教育长介绍课程内容或是与学生问答都用英文沟通 这堂IB哲学与实作正式推动双语教育的课程之一 培养更多国际化师资 我们分别在大学部每一个系所都要有一个EMI的课程架构18学分 那在硕士班博士班我们就也搭配了这个国际化 所以我们就开出那个program taught in English 就是我们所谓的GPE课程 那一方面也运用这样的一个program去遭受外籍声 EMI课程在台湾已经有默默执行 而EMI指的就是在母语或第一语言非英语的国家 以英语作为主要使用语言教授学科课程 像是在台湾日本韩国等等国家 而台湾在两年前也开办第一阶段大专双语学习计划 大专院校的双语学习计划呢 第一阶段有台大清大以及台师大等等四校 第二阶段呢还要增加了政大清大还有台科大 而第二阶段呢学习主要的目标呢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课程来提升学生的英文能力 而目前呢像是在政大已经有开了超过700门的全英语课程 而且加上政大的外籍声非常多 所以在课堂中有外籍声以及本土学生 也可以增加自然双语的互动性 双语计划第一阶段教育部每年补助5.8亿元 第二阶段补助学校大约7.7亿元 年增进2亿元的补助经费 在重点培育学校中 2024年需要至少有25%的大二学生 英语能力在听说读写 达到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B2以上 同时至少有20%的大二学生与硕一学生 当年所修的学分中 20%都是全英语课程 要推动全英文课程 恒大的助力就是来自于外籍生 可以激起碾于效应 将中文母语的学生自然融入双语应用 但相对全英文的课程也得多或是更多元 才能吸引外籍生就读 不过也要兼顾本地学生的选课意愿 而更要有足够的师资 老师的这个终点的佳绩 如果是上那个EMI的这个课程 那老师的终点可以加进1.5倍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有很多的机制 鼓励学生来修课 过去两年 我们的课程开课数已经成长了 有50% 我们需要有800多位老师 那有四分之一的老师都已经获得增长 EMI的课程的比例不断在提高 比如说大学部从不到10% 慢慢再接近12% 13%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 比较有野心的挑战是15% 所以它这个趋势是在成长的 我们正在有60%的老师 是在英语系的国家完成学位的 所以我们说它的potential是很大的 但事实上开的老师 事实上到现在 有开过EMI课程的老师 但是在了30% 所以老师这个potential也在慢慢增加 反观邻近国家新加坡 则是深根已久 根据新加坡教育部2009年 小一华族学生家庭常用语调查 英语使用率在30年来不断上升 2004年超越华语 在2009年达到60% 现在大学教育里全是英文教学 新加坡是一个小岛 它必须要与全世界同时的 同时不间断的接轨 所以英文变成他们的指定官方教学语言 虽然他们的国家语言 官方语言还是马来文 他也不是说一刚开始就做得非常好 他也是有这种急迫性 他会发现说大家需要沟通 然后大家需要有跟连接到他们的 像他们原本的文化 所以才会有推出这样第二语言的认识出来 新加坡双语教育历经变革 近年又开始寻求华语危机的解放 而我们台湾大专双语计划刚起步 逐立放在顶尖学校 要如何扩及到中后段的大专院校 对师资以及学生接受程度 仍有不少考验 电价审议委员会拍板电价不调整 但百货零售电影院健身房餐厅等等 用户取消动涨等于要补涨15% 对他们来说是个压力 铁板上饼皮煎到酵商酥脆 再加入玉米粒 还有热狗鸡块 这些都是大家早餐必备美食 不过对店家来说 这几年原物料成本上升 电租人力成本都是开销 接着还有店价恐怕要再补涨 对我们店家来讲 其实成本来讲 其实是有增加的 一个月下来都会成长 大概一两千块左右 我们去申请两段式店价 实际的结果是每个月 大概就会少一两千块 另外的部分 公司也会辅导我们新开店的部分 就是像装LED灯 电价费率审议会决一步调整店价 不过随着内需市场回温 包含上是餐厅电影院 百货健身房等等将取消动涨 也就是要补涨15% 再加上通膨的压力之下 对业者来说成本都是不断上升 节省电费开销就要从节电开始 换LED灯具还有冷气的温度调控 毕竟在通膨的压力下 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目前我们比较没有针对这个部分 来做进行 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说会因应 譬如说换菜单 推出新品 那这个部分就来因应这个部分 像我们总部 我们也会协助到我们的店家 去做比较多的一些因应的部分 譬如说像我们就会去推这种 针对节能跟减碳的这个部分 在五类型动涨恢复原本店价后 预估全年的店费收入可以增加16亿元 但光是今年的上半年就已经亏损了1300亿 即使增加店价收益 整年的亏损控制在2000亿以内 但到年底累计两年来的亏损 仍然高达4600多亿元 尽管国际能源价格有稍稍回稳 减缓亏损幅度 台电也指出全球电力公司和政府 在能源价格上涨都有寄出政府增资 或是电价调整等等措施 台电除了获得1500亿元增资 跟500亿元电费补贴之外 明年政府也已经编列1000亿元增资 不过台电亏损也不是一两天 以发电成本看 台电每度电的支出高于用户收取的价格 等于每发一度电就是在亏钱 那我们每发一度电的成本 大概是三块接近四块左右 可是我们卖给大家的平均成 平均电价大概在三块 所以你可以想到是卖一度电就大概要亏一块钱 那也因为在整个台电的发电的成本结构里面 特别是燃料 燃料的成本大概占了七成 所以大体上目前的亏损 都是因为我们目前国际燃料价格的上升 原本的动涨业别恢复店价之后 就怕影响到消费者的荷包 在缺电才损的双液体发酵下 用电大户恐怕难逃下一波调涨名单 只是对台湾的消费物价而言 因为电占整个台湾消费比重 还没有那么多 就是大概只占了千分之十二到十三而已 有时候电价涨百分之十 大概对消费物价直接影响 大概是百分之零点一二到零点一三 所以如果涨电价对消费物价影响的幅度是有限 那现在虽然百货 还有相关的电影院 他们先落后不涨 但这个在整个消费结构来说 还是偏低 所以对于物价的影响 我们可以预期还是比较小的 未来如果经济成长复苏跟转好了 这些原本减半调整的 还没有完全涨足的 会优先释放出来 像有些制造型像房子 他可能没有 先前他还在维持衰退的情况 那可能有一些不涨的可能性 另外还有一些农林林母业 他有一些在高耐用户的部分 好像也没有做完整的调涨 专家分析 短期内终端消费市场价格 还不会有大幅度波动 但长期来看 如果能源政策没有完整配套 电费调涨的骨牌效应 恐怕将是必然趋势 TB月新闻 谢谢刑信 刘军台北桃园采访 纽纤兰林关税牛乳 将在2025年进口台湾 挟着价格优势 会不会威胁到本土落 農的生存引发关注 工作人员在牛舍整理饲料 没多久牛脂们全都排排站好 吃早餐了 这里是台大校园里的牧场 乳牛全都是人工配种繁殖 一岁左右顺利怀孕后 两岁会进入300多天的蜜乳期 大概是养60只牛 蜜乳牛大概会占20到30只 平均乳量的话 一天大概会落在25到30公斤 所有的蜜乳牛一天的总蜜乳量 大约是600公升左右 经由严密把关 深入品质保持在A级状态 背后靠的是这些秘密武器 就是你一定要确实的提供他们新鲜 而且好品质的飼料跟草料 尽量的去提升他们环境生长的舒适度 散热啊 降温的设备啊 因为在台湾是 对他们来说是很长时间都属于叫做 热紧迫的状态 或是在他们的环境里啊 我们就是可以加装一些这种橡胶软电啊 去预防他们脚蹄的伤害 每日限量的台大鲜乳很抢手 但对国内230亿产值的鲜乳市场 只是九牛一毛 台湾有很多的小农 就像台大鲁牛厂一样 重视动物福利 也产出不少品质不错的鲜乳 但2025年台湾将全面开放 纽西兰鲜乳零关税进口 到时候对台湾国内鲜乳市场的冲击 引发关注 台牛经济合作协定 今年签订满10年 2025年 纽西兰鲜乳将零关税进口 少了5%到12%的成本 进口乳品价格更具优势 让不少本土落农挫雷蛋 就台湾的这些生产成本 不管人力成本土地成本 饲料成本通通都很高 那所以没有办法跟国外竞争 另外一个件事情 就手摇引这个市场也饱和了 然后咖啡市场也饱和了 所以牛奶不可能再上升了 那当然你的消费量 不可能再上升 然后再来外国 如果进来有取代的话 那对台湾落农户绝对有冲击 然后消费者最近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以前大家就喝牛奶 现在很多人在喝植物奶 与乳业大国 美国纽西兰相比 台湾生乳收购基础均价 每公斤26.12元 美国和纽西兰的收购价 折合台币分别是15.76元 14.5元 至于美工生鲜乳零售均价 台湾85.62元 美国29.69元 纽西兰38.67元 但有国内的通路商 则乐观认为 本土鲜乳品牌品质 风味具有优势 预估影响只有不到百分之十 落农现在也是在面临一个要升级的产业 如果真的要淘汰的是10% 那为什么是我不是他 那你这个怎么做出这个差异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你有办法做到更省工 你更便宜 因为家都顾不到人嘛 那你有什么办法让你的牧场变智慧化 目前零售通路与业务通路都有进口先入 但市占率低于百分之五 有厂商认为 纽西兰鲜乳进口后 对业务通路的冲击较大 进口鲜乳的成本 跟本土的国产鲜乳 它有很明显的价差的时候 其实在成本的计算上面 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偏向 要用进口鲜乳 为了提升小农竞争力 鲜乳厂商协商各方让利 让一些小农鲜乳能有价格竞争力 让利的部分其实就是包括 申乳的收购价降低 包括通路的那个上架的费用降低 才有办法让鲜乳在架上的价格 是比较漂亮的价格 不然其实所有的成本都卡在那里 再加上上架费用的爬数 加上去以后 老实说其实鲜乳的毛利是很低的 因为中间还有包括仓储 包括物流 那其实我们面对这个2025年之外 其实我们挑战还很多 未来搞不好签更多的这些协议什么的 那其实如果要面对这么多的将来 这些关税这些其他的竞争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自己强壮起来 那所以呢就是除了 除了自己很努力之外 当然就先 政府可以帮忙做一些政策 保护这些农民 价格战不是最终解放 如何协助落农转型 做出差异 才是本土鲜乳持续飘翔的关键 TVBS新闻 您听过黄昏症后群吗 浩发在傍晚 但也会出现在睡前早上刚起床 意识正处于一种很混乱的状态 黄昏症后群一般比较年纪大的长者容易发生 发生的比例在失之症的患者 大概是10%到20%左右 表现的状况就是容易在傍晚 日落的时候会有躁动情绪亢奋 或者是忧郁等现象 这种错乱现象 不见得是黄昏症后群会发现 有的时候在日间也会发现 所以它有可能是患者因为表达的问题 没有办法把他身体不舒服的地方讲出来 所以我们要去查一些 是不是身体上有一些哪里不舒服 譬如说他小便解不出来 或是便秘 或是哪里有疼痛的现象 这些潜在的内科的因子 要先把它查出来排除掉 在失智的老人的话 有时候在某一些的时间点 他可能会意识稍微比较混乱 或是认知的话 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情绪行为的控制的话 也有可能会变得比较难以掌控这样子的 那当然很多的时候会发生在 早上起床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完全清醒 或是说在下午傍晚那时候的话 那就可能就是因为 已经有点想睡了 精神状态还没有办法维持他的体力 照顾黄昏症后群病友 专家建议可帮长辈安排活动 我会建议可以到长辈2.0一些相关的 失智的日间的照顾机构 去让他们上课 做一些人际的互动和体能活动的安排 那借由这些方式可以让长辈的日落症后群改善 那长辈晚上可以好好的睡一觉 然后家属也可以好好的休息 那白天才有精神可以来照顾我们现在的家人 日落症后群对于照护者会有很大的负担 情况严重时最后只能送到安养机构 那日落症后群的原因是因为 失智症的长辈他们的大脑退化 那我们一般的正常的人体会有这个 大脑里面会有一个控制我们的生理周期 睡和醒的这个日夜的节律 但是当这一块的神经元 他受到这个大脑退化的影响 那造成他的这个分泌的传统物质不足 再加上其实失智的长辈 因为白天就是没有办法有很适当的活动的安排 可能就是比较没有社交 也比较没有这个体能的活动 然后缺乏日照 所以他会有很多不好的睡眠的形态 那我们知道失智的老人的话 他会跟小孩一样 像小孩他如果是到了 也是一样到了傍晚 或是晚上刚开始的时候 想睡觉的时候 他一样会乱 那我们始终要记得 失智老人其实就跟小孩一样 他失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的话 就跟小孩越来越小一样 也就是说失智的老人的话 他会越变越小 那当然他情绪行为的控管 就会比较不好 健身差一点的时候 可能就是会直接用 他的就不安的情绪 还有一些比较杂乱的行为 然后当然让很多的照顾者 就觉得非常难以忍受 医师提醒照护黄昏症后群患者 就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可多给点乐趣转移注意力 对照顾者来说十分辛苦 需要相当大的爱心和耐心 若是照顾家属 务必寻求专业协助 TVBS新闻 肖英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